很痛的時候會給他吃痛藥之類的 不會啊就放下來了 也不能整天都吃甜 我會跟這些父母親講 你不要哭了 他怎麼哭了 好 那我們上一集就是 幾乎都是醫師在跟我們介紹 關於變性手術的一些問題 那不知道各位觀眾有沒有聽了解呢 那接下來這一集的部分 我們就要請醫師跟我們解說一下 關於像是變性手術的 術前跟術後 我們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那第一個部分我們想要問說就是 醫師像是在做變性手術 我們術前需要做哪些準備呢 像是有些人會需要服用一些荷爾蒙藥物啊 等等的 術前你當然就是要經過詳實的 接著對於這蘋果 那那兩張整頓就說你還好 我通常是希望父母親也能夠在場 知道他們小孩子發生什麼事 然後接下來要做什麼事 然後有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畢竟變性手術不是一個小手術 必須要做完手術之後 他可能會有一陣子沒有辦法正常的工作 沒有辦法正常工作就沒有正常的收入 所以這一陣子可能就必須要靠其他人的幫忙 正式要準備 事情要準備 那一次我遇過就是父母跟孩子一起來之後 父母覺得說我還是不太想讓他做這種情況 有啊有啊當然有 還是有啊 通常父母不太想讓孩子做的話他不會來 就來了他還是覺得我還在猶豫啊 對對對 也有這樣子 我還是再講一次 我通常會跟小孩子講 我說你今天不管是做男生或女生 你面前這兩位就是你的父母親 你永遠不能頓 好感人喔 對 我剛剛突然有點想要哭 我臉那麼低啊 哭你很低 那你另外一邊我就會跟父母親講 你知道說你知道你的小孩子是一個跨性別 大部分父母親有辦法接受 他會想說 我是不是在懷孕的時候做了什麼事 就是我是不是上輩子做了什麼事 他想很多 我會跟這些父母親講 我說你 好感人喔 你不用哭了 他怎麼哭了 你們當然是內心很堅囊很做的 但是這個檢驗是最辛苦的是這個小孩子 對 那通常這樣講的話 很多父母親都會跟小孩子 就會開始得到某種方面的妥協 因為小孩子跟父母親 如果是一直站在兩個相對比的一方 兩個站間撞在一起 沒有人自己的家 所以這個很重要 我們做了這麼久的這個手術 然後我們發現說 親子關係跟你做完手術之後 沒有成功 做手術成功是一回之 但是做完手術之後 病人有沒有辦法好好回去當一個女生 或好好回去當一個男生 跟後面父母親的男生 比較看見的關係 我們上一集有講到說 有些後悔 其實你沒有家庭很好一個支持 我知道在歐洲 美國他們很多 就是因為個人主義嘛 我今天想要怎麼樣 甚至是我的 我根本不跟家庭拿錢 也不跟父母親往來怎麼樣 但是我等到有一天 他突然想說 好 我當作 我當作 其實跟家庭的支持有沒有到位 就是很有關係 所以我希望他們父母親 最少最少可以幫他們 能夠支持 所以一直 嗯 除了看診 他還要身兼 對啊 沒有 因為 因為我們碰到的事情很多 我們都希望說 所有的事情都能夠圓滿 嗯 上次也講到說 有一個病人 五十幾歲 為什麼那麼晚 來做手術 五十幾歲都還想做手術 這沒有問題 他的診斷絕對沒有問題 嗯 他應該年輕的時候 就想要做手術 我有問他這個問題 所以他為了補為 你父母親 他到了五十幾歲 來做手術 好巧不巧 他做手術那一天 就是他五十幾歲生的 剛好是他生的 他的創生 他在那天創生 他如果能夠在二三十歲 三十幾歲的時候 做手術 他人生或許也不一樣 嗯 他可能會可以交男朋友 他可能有更多的朋友 他可以放開他自己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那我喜歡跟這些病人聊一聊 喜歡了解他們自己 每一個都 不一樣的故事 會覺得蠻有意思的 然後我們自己也 會覺得比較滿足的 所以其實在訴前的一些 前置像家人的溝通 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說人家拿錢 拿到這樣一個手術 做手術 其實荷爾蒙主要貼到是其次 主要是心理健康 那荷爾蒙過去 老闆被醫生都說 荷爾蒙要停掉了一個月 目前來講 其實荷爾蒙跟 術後的這些沒有很相關 所以 通常 只要 術前大概 一兩個小時 不必要 用荷爾蒙的 停用荷爾蒙是 因為會影響什麼? 明顯 早期是會認為 明星荷爾蒙會造成血酸 但是 最新的醫學 文件來講 不會 但是醫生總是怕 一些關事 那如果萬一 病人因為其他原因 血酸 就是 叫我沒有聽到 你沒有叫我停 對 那時候你要去跟法山解決 沒有被罪 所以 他術前要吃荷爾蒙的話 那他術後也是要繼續服用 對 通常術後大概一兩個禮拜 他正常一直吃 然後沒有發燒 沒有其他狀況 可以讓他慢慢回復去用作 因為這些病人在術前 其實他 荷爾蒙的用一陣子 可能用了好幾年 你叫他停掉時間太久 其實會有不舒服 就跟停經的婦女一樣 人會不舒服 除了就是 術後他除了要繼續吃荷爾蒙 那他要避免做什麼樣的事情 痾 術後其實 不管男便女女便男 他都有一定的功課要做 包括一些 那每次我們都會回診 然後看他的傷害的情況 然後進入下一個階段 所以他們 大概以男便女來講 大概是手術完大概一個月之內 都沒有辦法正常回去工作 都是在做這些事情 就是自己的復健 我們剛剛講的是DIY 很多事情你要DIY 不是來叫醫生或護士幫你做 你要自己做 那你很痛嗎 對 有些人怕痛的就是覺得 就不敢自己用 但是這個是跟你一輩子 還是要慢慢去學習跟適應他 所有病人大概都是在一個月之內 一個月之後就可以回去正常工作 或是上學 所以這一個月他就是要很努力的做復健 對 就是我們有一定的流程 那如果是女便男的話 主要就是 是要讓他去 就是持續的 增長還是 不是 因為會有傷口的問題 我們剛剛 我們剛才講說 傷口問題你要 我們通常是一個禮拜的泡粉 開始泡粉 然後傷口如果有些漏尿 什麼 你要開始去做傷口換藥 傷口的處理 你要自己學處理 因為你不可能每天都泡來 跑來醫院或跑來診所 教育是幫你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到後來 他們連自己尿管都自己會灌 去換尿管 怎麼樣 人家清理裡面尿管的問題 他們都會學怎麼照顧 然後還有小腿的傷口 那我們剛才講 他小腿一開始 因為小腿取著骨頭很痛 不太能腫 所以都要取著管罩 大概一個月左右 他可以自己腫 不用管罩 三個月的時候可以跑 那醫師我想問一下 就是像小腿去小腿 他的小腿這邊的公分會變短嗎 小腿不會變短 因為他還有一根更大的病頭在 所以他也是靠原本的計劃 他不會說因為取了那一塊 就變長短腿 我的病人當中 沒有認為一個病人有長短腿 或是催促 沒有認為 因為我們術後有一定的手臂 你該下床就下床 不管你痛不痛 你該下床的時候就要下床 你不下床踩的時候 有可能會有催促 但是那個 沒有在我們平日 有可能會有 我想要像泡盆這個 我想問問看什麼是泡盆 泡盆就是像我們在做痔瘡手術的時候 或是孕婦生完小孩的時候 我們講的作育 就是在婚姻部的傷口 因為很特殊 它這邊旋循還不好 所以不太容易感染 但是呢 前面是這個小便出入口 後面是大便出入口 所以傷口的細菌有很多 最好的方法就是泡盆 今天好像是去訓練 它傷口就會慢慢長下來 這要一次要多久 一次當然我們一開始 從五分鐘開始 最多就要四分鐘 然後一天要泡十隻 這次更多隻 所以他應該也要買那個 就是廠後在做那種游泳圈 很像游泳圈有沒有用你做 要喔 因為他沒有辦法 痛 對啊 我們剛剛做完 剛剛做完手術的時候 病人做不足 大概一個月 所以 所以我們 沒有辦法做 他們就必須要用甜甜圈 就像治床手術一樣 對 就是做那個跟他氣球 就是中間有動的 對 他才有辦法這樣做 不像我們剛剛說 很好玩 我們病人甜甜圈會喘 就是我做完一個月 然後就喘給下一個屁股 就喘成 喘成 做完屁股就會變 就是會變好 做完傷口就會變好 做完傷口就會變好 做完就重生了 對 女生變男生的部分 像一直剛剛有說到 就是要清尿管 清尿管 對 那還有什麼步驟 就除了這個 尿管 你說漱口的造成 對 女生變男生的話 主要是注意那個尿管 因為尿管 將來 你不能放太久 我們做完手術之後 會放一個短尿管 短尿管的目的就是說 它的 我們做出來的尿道 跟女生原本 要到結合的地方會下載 那個下載 我們就必須要靠一個尿管 洗澡尿管在那邊撐著 可能要半年一年時間 然後等它穩定了之後 就把它拔掉 所以那尿管會放一陣子 那這個尿管它自己就要處理 有時候要把尿管拔掉 清淨然後再拔回去 通常有時候 叫病人多買兩個尿管回去 洗澡了之後拔掉之後 就把新的一根拔進去 救了那邊把它洗一洗 洗乾淨之後把它晾乾 下次的時候才可以 學了自己去做 練習完之後才還學會新技能 就是自己找尿的概念 我剛做完的時候 你做的地方它是沒有感覺的 但是女生做出來那個地方 它是有感覺的 所以那尿管要放到哪裡 其實他們自己最清楚 醫生都不知道 醫生只能靠經驗 可能深度夠了 也不能放太深 放太深就放到房間去也不行 其實他們自己都會學著自己 自己學 而且他們到後來都 位置都放得不一樣 因為它自己有感覺 我們不會有感覺 可是憑經驗 所以它的感覺是會頂到東西了 開始感覺上有尿管進來 那感覺就是 那位置不到了 那就固定起來 好 因為我被打尿的時候 我其實是麻醉的 所以你掉在那裡 應該很痛吧 打尿會痛 應該會痛 但是還好 但是因為 我們自己沒有被做過 所以我們看那個病人 是有些人覺得還好 有些人覺得很痛 所以我是覺得那種痛 每個人一定有 那很痛的時候 但是他會痛 我也是很痛 很痛的時候會給他 像是痛藥之類的 不會啊 那就放回下來 也不能整天都自己 就冷一下就過去了 對啦 對啦 可是其實因為他們 已經做這麼大的改變 其實很多地方 應該都比這個更痛 我們如果做 你病人手術 其實最痛的是 骨頭 骨頭的地方就大 然後大小鼻子 然後再來是取皮 我們這個地方要取皮去補 取皮的地方 因為那個 那個地方是神經最密集的地方 那個也很痛 後一部的傷口 反而是 剛做完手機 沒有人覺得很痛 那是起刺的 對 因為那裡身體也沒有餓 相對的 那是相對的 取皮是最痛的 對 很勇敢 他能不能達到他想要的 因為剛剛醫生有說 就是有人變性完之後 他其實沒有跟他想像的不一樣 對 這部分會比較有影響 這個不是醫生能控制 醫生只能盡可能幫忙 我們剛剛講說 做那個集點什麼東西 只能用現有材料盡量把 你的功能 你的外觀做出來 能不能到達你的理想 有人是覺得有 他就很開心 有人是覺得 我一定要 我來要更好 對 而且看到那個女生很享受 然後感覺 對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有還是有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每個人其實感受不大一樣 醫生有遇過 患者來跟你反應過 反應過 就是關於說他 在性行為的時候 他做完之後 他覺得好像反應 就是感覺還不錯之類的 沒有主動來問過 但是我們有些病人 在適合的機會 稍微再問到這個 大部分進行後天 我們最近會想要做一些 問卷行 還有做這個 一些調查 就是這些 舒服的病人 他們到底在這些 生活病人上 這種表面 舒服的滿足 對 從知性跟量性的去分析 以前都會有很多人 長輩都會說 啊怎麼變性 變性會 對 對 一直對於這個說法 的確過去 他認為說變性的病人 做完手術之後 應該是 會比較好 但是 過去在國外 他們有些研究 他們認為 變性的病人 他們的這個 受益有比較多 比沒有變性的長 但是 當然那個研究 第一個 他研究已經很久了 第二個 他沒有很好的這個 去做 腦選病 就是去篩選病 因為 而且他的那個變相 會有一些問題 而且 那時候早期的手術 不是那麼好 所以沒有包含有些 後患病 他生活可能不經理一下 後患病 之後 自殺不利過 或是不用藥物 藥物包括一些毒病 還有包括荷爾蒙 在用荷爾蒙的時候 沒有按照醫生處方的劑量 你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 發生的機會 或是他在比較年輕的時候 就好發生心血管疾病 人種的體驗有 所以 過去有這樣的研究 就是說 變性的病人 會 壽命會比較短 所以會有這樣的聲音出來 但是 現階段的醫療 會認為說 病不會影響這些病人 不會看出有明顯的影響這些 但是沒有大規模的一個研究 就是說 你如果是說 把跨性別的病人 有些人做 有些人不做 有些人只說 只用荷爾蒙 就等於 三個族群 然後再第四個族群 一般的女生 這四個族群去比 就是 雙重症狀態 雙重症狀態 比看他們 某些疾病的耗話 還有他們的壽命 你這樣才能知道幾個 但是這個研究會 花很長的時間 而且它數目要夠大 所以你就才會看得到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這樣 所以這其實也沒有辦法確定 但是我們現階段能看到 很多病人你不怕做手術都要跳樓 你要不怕做手術 我以前的經驗是說 過去有龍總經理主任打電話 最近有沒有安排手術 能不能幫某個病人安排手術 病人已經吃了四種 抗瘤的要每天都想著要跳樓 我今天情況已經很不好 非常不好 你不怕做手術怎麼辦 現在看到的是現階段看到的問題 已經沒有辦法考慮到二十年三十年過 你現在現階段不怕處理 可能就看不到兩個年過的事情 那天有一個病人來諮詢 講解我的認證 我說你才十九歲 你都在做考慮的基因 不要那麼精神做手術 他講一句話 當有一個人把刀子插在你的背上 你跟他講過你二十歲以後 跟他訪問到這個地方 他就這樣講 這是他們自己的內心的想法 我想一想 以後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二十歲 才把他到處拔掉 是不一樣的 那醫師剛剛講的就是 抑制很堅定的部分 那有沒有遇過就是 有後悔的 那這個東西才有辦法 再回去嗎 有啊 就是 還是會有後悔 那在國外用後悔 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 那我自己的病人當中 也有後悔 我遇到的時候 他來跟我講到後悔 但是 我請他回去看精神而已 但是他也不願意繼續看 我就繼續跟他保持聯絡 看他將來是怎樣 他也不是說 真正後悔去做這個手術還是怎樣 之後他沒有辦法像 他以前當男生這樣子 某些快感 或許是女生都是這樣子 但他也不知道 我也不會知道 但是他就來跟我講說 他後悔去做手術 做手術之前一定要好好去 去了解 你到底將來 你會遭遇到是什麼手術 好 思考清楚 再來考慮做手術 那你後悔 當然是可以再用 你變的方式再把它變回去 但是變回去之後 這個男生已經 不是原本的那個男生 那因為現在資訊比較流通嘛 那目前來說 我做變性手術的人有增加嗎 以前可能早期只是在心裡想 可是他不知道從什麼管道去瞭解這個 那因為現在大家取得資源 和管道又容易 我就覺得 你要做變性手術 或是所謂跨性別出去 並不會因為 網路的發達或增加 但是 浮出水面跟潛在水底下 會改變 因為 現在網路的發達 所以 大家獲得資訊的 越來越多 所以 被歧視的 或是 被父母親 一下回絕的 這種比例就會變得比較少 所以感覺上檯面上 看得到這樣的 不變 事實上 總量是沒有變的 潛在水底下 跟浮在水面上的 不利 改變 總數沒變 應該是沒有變的 應該是沒有變的 那我們因為 就是有看到Youtube 有一個Youtuber 他是去年 2019年 有做一個免疫手術 然後他是在台灣做的 然後他說他其實有點後悔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覺得做出來 對 他的外觀 是我的病人嗎 不是 不是醫師的病人 這樣就OK了 對對對 不不不 嚇一跳 就是他做完之後 他不滿意 然後他就決定要再去泰國做 是 你看嘛 跟我剛才講的後悔的病人不一樣 因為 我自己後悔的那個病人 他其實外觀做得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在國外 他們講說後悔 當然是幾個原因 一個是 素前的評估不夠 因為有些國家他根本不需要 他只要手術 同意書 他只要簽過 不用診斷書 他有九手術 第二個就是 家庭的支持不夠 第三個就是 手術的結果不理想 就是說外觀不好看 所以每個人後悔也可能不一樣 對 是不是男便女會比較要求 就是素後的外觀 對 因為他們會 他們本身也對自己的外觀 會比較在意 對 早期我就會擔心 我會跟我的學生講說 其實 男便女 你把他當女生就對了 你不要把他當一個男生 他是比一般女生好 像女生的 所以他們的工作其實 是天下比較理性化的工作 你變男 你把他當男就對了 但是對外觀的要求高 就是 對我們一個辯側 然後記得我們二十幾年前 我們病人拿了A-BEN 我外型不會變這個樣子 應該是這個樣子 我們就覺得 然後回去回去自己 忏悔一下 這樣 就是一定要做成 非常敬佩 這樣 我們說病人是我們最佳的老師 所以其實在鞭策我們 你知道嗎 所以醫師就是 對於 就是男便女的病患 也會比較在意 就是在外觀上的胸部 對 會特別做 對 非常非常小心 想要問一下醫師就是 這部分是想要關於醫師本身的問題 就是因為在台灣做變性小時候的醫師比較少 那醫師當初為什麼會 毅然全然踏入這個變性的行業 當初怎麼會接下這第一次 第一手術 第一個就是 因為我是在台北龍總訓練 台北龍總訓練 台北龍總訓練 在台灣做變性最早開始 而且病患數目最多的 那我自己 帶我們的老師是 是台灣變性的 第一百 第一十字組 第一十字組 對 我們跟著他 我們就是 可以從他那裡學到很多東西 開業開一陣子之後 很多病人來著 叫我們要開 我們就想 喔 那我一開始有跟你們聊到說 那些病人跟一般的 免病手術的病人不太一樣 那你跟他之間的醫病關係也 對 對 或許說你會比較有 被需要的感覺 被病人需要的感覺 就比較不像什麼 打他臉色就走了 對 理醫師那種感覺 對 那我父親拿好錢 對 可是這種的關係上 可能就是會比較 常常溝通 對 就像你 作為人家的父親 你會覺得 你有被兒子女兒需要的感覺 類似那樣子 那樣的感覺 跟你一般 跟醫美手術或是打分 那樣的 需求不太有 嗯 因為之前有聽過網友 就是 有做過便宜手術的網友 就是回饋說 醫師就是像他的再造 對 一樣 沒有 就是跟一般 做其他手術等待 對 其實有點幫助他們重生 因為他們可能為了這個 紀念任務的問題困擾 對 很久 台灣做便宜手術的醫師 比較少 是 這原因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手術太負擔 因為病人 手術負擔也是一個原因 你要開壓做這種手術 其實 孩子風險會比較高 對不對 對 比較沒有經驗的醫生來講 風險會比較高 第二個就是 他花的時間 花的精神都比較久 但是他的收費 相對來講 沒有那麼 對 沒錯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不會 還有 還有肌不高 對 肌不高 最後想要請醫師 對於想要做便宜手術的人 那或者是他正在考慮 對 或者猶豫不決的人 可以提醒他們 要注意什麼事情 當然是先要了解自己 自己需要做什麼東西 不是 每一個說 啊 打扮得漂漂亮亮 打扮得漂漂亮亮 不一定要去做手術 打扮得漂漂亮亮就好 所以 你一定要了解說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這個手術 然後你的家人是不是真的有支持你 那家人如果還沒有支持你 你又很需要手術 趕快找時間跟家人溝通 如果需要醫生的幫忙 精神科醫師的協助 有很多 在這方面 很有經驗的精神科醫師 或是來造成醫師 然後聊一聊談一看 到底是怎麼樣的情況 這個是第一步要準備的 那再來就是 你的身體的健康狀況 是不是適合做手術 整個所有的東西都準備好之後 你才可以得到一個最好的一個結果 不是只有手術的一個結果 因為手術完之後 這些人的人生才真正開始 那今天就是很感謝醫師來為我們分享 這麼多關於邊性手術的 對不管是在手術上 就是生理的改變 還是說他心裡 就是他素前要面對什麼樣的狀況 那術後他需要什麼樣的支持 那透過這些講解 我們也可以知道說 我們在旁邊的人 可以入營生活的這些朋友的話 我們可以給他什麼樣的支持 那如果我們可能家庭有這樣類似的狀況 我們也可以就是告訴自己爸媽說 其實他們需要的是什麼樣的協助 就是很謝謝神醫師 跟我們分享這麼多過去的經驗 對 那今天的沒錯 大王到這邊 謝謝 拜拜 看到那個女生很享受 那種感覺 我就是要那個感覺 就是你沒有叫我聽到 你沒有叫我聽 對那時候你要去跟法官結識 就是做那個很像氣球 就是中間有洞的那個 他才有辦法這樣子做 像我們這樣做 那時候 你也不叫我去跟法官結束 你不叫你去跟法官結束 你也不叫我